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黑长直 猫眼装配黑色吊带皮裙 赵瑞斯最新时尚大片遭两极化评价 赵瑞斯 一个长相偏甜美可爱的95花 从他的生活照可以看出 他的私服品味还是不错的 衣服搭配舒服自然 不用太刻意见能拍出好看的照片 可是每当他以明星身份在大场合亮相 或者拍时尚大片 总是会差了点意思 比如赵瑞斯最新的时尚大片 就遭到了两极化的评价 黑长直 猫眼装搭配黑色吊带皮裙 是很明显的酷帅风 他的静态精修照 效果看着超强人意 但动起来的话 他明显就没有酷帅的气场了 反而是小女生刻意耍帅的济世感 说不上土 但真的没有那种大家都羡慕和想模仿的时尚感 灵异的眉毛和烟熏眼装 在他的肉脸上效果也有限 总的来说 这个造型是没问题的 可以想象如果有刘文 明显来演绎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这组时尚大片最后的定点姿势也很常见 但赵瑞斯整个人的气质实在跟酷帅风不搭 以至于网内一战太接地气了 甚至有点精盛小妹的气场 巴先生摘取了赵瑞斯这组时尚大片发布后的新鲜评论 一部分网友表示欣赏不来 其中不乏喜欢赵瑞斯的网友 都觉得他跟这种风格的造型契合度不高 当然在赵瑞斯的粉丝看来 这组路要完全拍出了女王气场 越酷越帅 回顾赵瑞斯近期的时尚大片和活动造型 基本上都属于看精修照海行 但一看生涂竟有较大落差的类型 距离时尚女明星的形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前不久高端酒店的开业活动 赵瑞斯的粉色上衣搭配银色短裙的造型 生涂堪称时尚灾难 完全上布了台面 这套白色连衣短裙搭配白色美丝袜的造型 在精修时尚大片里 赵瑞斯拍出了声援物尽的撞感 可是在动态视频里 这套衣服在赵瑞斯身上完全体现不出时尚感 反而暴露了他五五分的身材比例 精修照是有距离感的 但真人却是接地气的 落差很大 几个月前的时尚盛典 赵瑞斯选了一条斑点管理服 精修图看起来灵动俏皮 难得有几分时尚感了 实际上一看生涂又失望了 作为点睛之笔的俏皮短发 改成了压身高且死气沉沉的结腰长发 亨色丝袜和斑点长手套也都拿掉了 俏皮感尽失 整个造型也就变普通了 到了那场的领奖里赵瑞斯换了一条蓝色珠光开插长裙 精修图下图组里整个人是心肠高级的 但主办方发出来的官方图下图又反而是圆润 朴实的 就连时尚杂志也存在这种落差 最让巴先生惊讶的是赵瑞斯三年前的一组杂志大片 精修赵里是粉发叛逆少女 可花絮里是带着劣质假发和脸颊 仿佛被晒伤的普通小姑娘 哪有半点时尚感 三年后也就是现在 赵瑞斯再度挑战时尚杂志 开位不可同日而语 每一套造型都是高定 可时尚感的提升实在有限 而且有些照片 领还被修得人山人海 时而像白鹿 时而像阳子 同为九十五花的官 小童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每逢大型场合造型就被吐槽 也被怀疑过是否跟时尚绝缘 可是他和造型师被吐槽得多了 反而在批评中逐渐找准了风格 如今的造型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也希望赵瑞斯有朝一日能找准 适合自己的风格 少意外修图来赢在氛围感 让大家的心理摩擦小一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发生了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